半导体产品的应用层面日益广阔 而伴随而来越来越多复杂的制程以及多元的IC产品问世 也就更加需要进行IC的品质把关或者是除错 让产品能够顺利的上市 已经登陆新贵的半导体验证分析厂 股票代号6830的饭泉就是提供这样服务的公司 目前在材料分析这个领域是晶圆代工龙头的供应链 而且拥有很高的市占率 饭泉后续也计划朝上市柜迈进 并且希望借由进入资本市场扩大服务的故障分析 以及可靠度分析 同时也将进一步拓展中国市场版图 抢食中国半导体致己率提升趋势所带来的商机 饭泉的经营团队几乎都来自半导体业界 对半导体的制程相当的熟悉 因此能够了解制程所遭遇的问题 帮助客户加快量产的脚步 那我自己已经在新竹32年了 那我的团队的partner也都是这个业界的老鸟了 十六年前我们开始要创业的时候 那一开始是我找我们的廖永顺的营运长 那开始要找到底材料分析 这一大块的高手在哪里 那我们找上了我们的陈荣卿博士 那我们三个人在聊这创业的过程里面 有点算是一拍即合啦 那我们因为都是产业界 我是来自IC设计公司 那也在FAP里面担当过这个制造跟生产计划的主管 那我们的廖永顺营运长来自大型的FAP 那他是里面的黄光的工程师 也是制程整合的工程师的背光 那我们的陈荣博就是 原来在原当台积电是实验室的负责人 所以我们三个人在定调这个产业 我们到底要走哪一块的时候 我们决定走研发的服务者的角色 我们觉得研发才是长长久久 而且是含金量最高的 所以我们从材料分析起步 那当然开始我们就是三个人 就是这样一台两台机器 一二十个人一直扩展扩展扩展 我们就是一直进进一远埋头苦干的往前冲 一直到大概五六年前从 往十奈米往下的时候 我们的竞争优势就越来越强了 验证服务这个产业 是新科技产品研发过程中 无法跳过的阶段 扮演着半导体供应链前期研发阶段 必不可少的环节 简单来说就是帮客户在量产之前 找出问题 避免客户头洗下去了才发现问题 进而承受更大的损失 这整个产业一直下来 零化电子再来有台积电 那整个代工的角色一直出来 其实这整个半导体产业链 从最前面的 就是FAP 晶圆制造厂 那IC设计公司是晶圆制造厂的客户 那晶圆制造厂它会一直去研发 更先进的制程 所以从早期的 很早有两麦孔制成 一麦孔制成 一直到所谓的0.35 0.18 然后再来就是90奈米 一直往下一直到现在 如我如土的准备要建厂的3奈米 甚至现在台湾一直要留住的 还品也过了的2奈米 甚至我们伟大的客户 也已经往M重 所谓M重就是 1奈米以下 在做一些study 那这一路走来都是在FAP 然后IC设计公司 它就是一个design的角色 它所有东西是外包的 IC设计公司从一开始design一颗产品 那从电脑模拟function以后 去定调然后去做光照 光照出来之后到各个FAP去 它一定是指定的FAP 才会做那个FAP相关的光照 那光照进去之后产品出来 就会到测试场所谓的晶圓电子 这些测试场做测试 再来封装一路做下来 那这当中当然会有不良品 不良品废了之后要不要找它的原因会要 这个就是到了故障分析的角度 那我刚刚前面都讲 就是说在FAP在 它在研发制程的时候就有材料分析 IC设计公司它在 IC设计公司它在design一个产品IC的时候 就开始有故障分析的需求 甚至一个产品已经OK了 要推市场之前它要可靠度分析 可靠度分析如果FAP还需要 又故障分析又来了 这是一个一直循环下去 好一个IC卖到市场 如果有客户的退货 也是要做故障分析 所以材料分析 故障分析可靠度分析 它是都是一个环节 台湾是半导体大国 相关产品的验证分析需求 非常的热弱 因此也有非常多验证分析的同业 像是宏康、宜特等等 范全目前在晶圆代工龙头的 先进制程的市占率处于领先地位 范全认为公司的胜出关键 来自人才以及技术 其实范全一个很大的不同是 我们有自我整个研发团队 我们所有的组织架构 其实是一个FAP的组织架构 并不是用实验室的思考去做实验室 所以我们公司我称之为一个技术服务公司 我不会称它叫做实验室 就像台积电的架构 它是一定会有研发部门 有产线 然后有生产排成 也就是说一个工程很专精的人 他就专注在做工程 他不会突然一个工程主管还要去排货 这个跟其他对手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差异 那造就的我们的竞争优势的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说我们是一个类似金元厂的组织架构 我们来讲金元厂 他一定是先研发一个制程 很成熟的时候 release下来 让客户进来使用 这是一个很key的 我们来讲现在的台积电一样 三奈米 ready了 他买三奈米相关的设备进来 然后引进design house 然后整个产线release 不同的也有一些小差异 这是一个重要过程 在饭前强调的也是研发跟release 我们会走在客户的前面先做很多的研发 包括现在的所谓的low care或是EUV光组 我们早在四年多前就已经study完成了 而且我们在去年就拿到的专利 当然拿到专利的前面的两三年 我们都已经在研发了 那其实EUV光组开始量开始放大 也是这一两年 就我们是找研发走在前面 当我们把每一个研发的步骤完成之后 我们会release到线上 就我们的真正的工程部门 然后开始服务客户 那这个部分就是技术榨根 那还有第二点是人员的流动率 我们的离止率很低 大概饭前会离止的人都是在一年内 所以很多因素让我们的离止率很低 那这个就是技术就可以一直传承 那包括我刚刚的制度 研发单位整个研发步骤做出来之后 release到线上就整个工程很远 然后一步一步进行 所以我们的 我们常讲的我们内部就是 是竟然有去按照排程一一执行 一个制程的研发 就我们尊贵的客户 他制程的研发 我们大概都听过 大概每一个节点 大概都两年左右 那这两年里面 是从第一道制程 因为上千道的制程 从第一道就开始一直分析 那我们尊贵客户他在做分析 搭配他的设备公司 耗材这些材料商也在做搭配他 所以每天会下制程条件 那这个制程条件下下去 今天做的 今天晚上就要赶快分析出来 那很多会送来我们家 很多我们的尊贵客户 他自己内部也都在做 那这些data 你必须在今天完成 今天晚上 所以我们有黄金12小时 就是从今天晚上六七点 到明天早上六七点 这黄金12小时 我们都会留给我们 几个尊贵的客户 赶快办法完成 那今天完成data 他明天早上就开会 明天早上开会 他还会再调东西 调完他会在内部做实验 到了明天的晚上七八点 又送过来了 后天早上又要给他 好那我来讲这一个点 明天晚上做的人 跟今天晚上做的人 跟今天白天 跟明天白天 这都不同时段 你的品质一定要一致性 如果你的品质不一致 他没办法比对 所以我们公司早在多年前 就已经是工程师是四班二轮了 这个不是秘密 我们都是这样告诉客户也都知道 那我们这四个班的人都很强 品质是一致性的 那你说他的工法来自哪里 就是我刚刚一开始讲的 我们研发会把一些工法 履密是下来 就每一班要乘接 就展开 那我现在讲这个听起来简单 可是同业是做不到的 他即使有几个高手 那他总得回家睡觉吧 那客户来了他就要做 那其实我们公司就是这么特别 有一组人他不必拼产出 他的绩效是另外算的 那就研发单位 跟搭配的教官种子 那这样整个黏着度 就让客户很黏着 那这样一个制程一两年 如果我们不要出什么错 我们服务得很好效率很好 这两年就是我黏住了 就是这个节点 这个就我黏住了 他下一个project下一个节点 比如说五奈米再往三 我继续黏着就一路一直做下去 所以我们大概从七奈米以后 就是大概都是我们是 市占率是最高的啦 饭泉登陆新柜后 目前持续规划上市柜 进入资本市场 主要是为了争取更多人才 积极开拓新的服务 包括故障分析 以及可靠度分析 同时也看好中国半导体 自己率的提升 以及大力发展第三代半导体的趋势 公司将会积极拓展中国市场 那这些都是未来饭泉的营运动能之一 我们从以前到现在都是求金 求很实物 我不会去求最大 我不会去求最大 所以我不会出现说 我是什么所谓的什么亚洲最大的 我不会去拼这一项 我也不会去求步点步最多 我不会 那我一定会求技术最强最精实的 所以我们先扩FA也一样 其实FA我们一直在做 那你说MA跟FA为什么会差距这么大 其实往前推我刚话题里面也一样的 同样的道理我讲 我们本来都是自己口袋的钱在投资 我的材料分析它一直满 所以当我们每一次赚两亿要投一亿 类似这样 我们过去还没有 就在三四年前之前 那我们都是投资材料分析 因为那一块满的 我根本不用太去太飞心 是买一台就满一台 买两台就满两台 好那一直到 之前我们引进的外部股东进来之后 拿了第一次增资的钱进来 我们就开始再扩大 这个时候就MA FA都有一起扩 那FA我们在三年前开始扩 那FA的部分我们一样依循材料分析成功的模式 我们一样有做研发 一样一步一步走 所以FA目前在竹北营运点 我们的成长幅度很大 那故障分析我们会持续扩 但故障分析在扩的过程 有一部分的大客户 它是希望有RA搭配的 这个就是我为什么要去做一个 比较小型的RA去搭配FA 所以我的RA可靠度 不会是广泛的去供客户 我会针对一些重要客户 去用RA跟FA搭配 大陆的半导体当然在先进制程 这一块卡住了嘛 因为它取得设备各方面是有问题的 那大陆因为在第三代半导体 这一块确实是越来越风波了 但是回头看 比较先进的这所谓的14奈米往下 它也没有放弃 它的设备商也风波发展 所以我们在南京目前 营运点是需求量是大于我们能够提供的产能 那我们从去年开始扩了 那南京目前的状况非常好 就我刚讲的需求面比我的产能大 那我们会逐步扩 逐步扩大 那它的订单来源就是有先进制程的费款 那第三代半导体的客户也很多啊 我觉得大陆未来我们是看多的 我内部的用词叫做大有可为 大有可为我们很乐观的在布建 广泉在这一块的实力在台湾已经都验证完了 验证的也OK也持续在努力 我们把这一套的工坊 我们把这一套的人员当种子 到了南京 甚至未来我上海也会有一些规划 就是那个服务点 我现在上海目前是业务而已 那未来也会有一些服务的项目 那这些都是今年明年会陆续展开的 那我觉得在实力上没有问题 但是我也不会因为上了资本市场就有钱了 就很大量的去扩 不会 原因在于我们这一行不是靠设备 是靠人 我一次买了十台没有用 你十台就要有三十个高手 你每一台都要配两三个人以上 因为要分班制嘛 所以我们都是先养人再买机器 人培养好的就带队出发 我们南京是去年开始也是这样 未来的其他的也都是这样 饭泉社会半导体先进制成的演进 带动验证分析需求明显的成长 近年的营收获利逐年提升 今年在半导体客户研发需求持续的增温带动之下 市场预期 营收获利将持续的提升 明年在客户研发需求的持续提升 以及拓增服务项目的带动之下 营运有机会再攀高 饭泉因为在人才以及技术的扎根 使得客户的黏着度很高 目前半导体产业正处于上升的循环 5G AI HPC 车用电子等等的应用涌现 使得客户研发需求大幅增加 饭泉就踩在这样的趋势让头上 未来的发展值得持续期待